我说过的话算话,这条财路给你,不过,做茶是个细致活,你们一帮子男人可不行,今年要是来得及,你十月份之前派人去菜园,我让人交汇了。 不过嘛,这个是要收师傅费的,记得多带点银子,糖虎咬牙。 你这丫头,是想把吃的亏,从这上面补回来吧。 您真了解我,看东非收拾好了药材,话如初走出几步,示意他们将这屋子解决了。 唉,今年的春茶大概要浪费不少,我把人手带出来了大半,连个主持的人都没有,做事的人也没了。 不知道太子府那边的茶园能做出来多少? 现在都这种情况了,人心慌慌的,谁还顾得上那点的事?太子那个茶叶铺子,明年肯定关门。 唐叔,你对太原的情况挺熟悉啊。 哈哈,还行,还行。 糖虎打着哈哈应付,绝不能让三丫头知道她在那里有铺子。 太原的消息也会时不时的传回来。 要是被她知道了,肯定要被她想着法子刮掉一层。 和这丫头斗心眼子,她就没赢过。 她稀罕这丫头,可心里无比庆幸,几年才能见上一面。 要是天天对着她,她肯定得断手。 那可说定了啊,九月份,如果这里事了了,我就派人去太原。 放心,一定是女人。 嗯,要懂事点的。 放心,我小的,不会给你惹麻烦。 这边,带齐又一走进高峰殿岛。 前面稍远的地方有个山壁,上面好像有个洞窟,有人去探了,这里面挺大。 能住人,比之前我们找的那个地方要好,虽然远了点,但我建议去那里。 文玉单点了点头,问齐又。 元吉,你怎么看? 在这里扎营后,他们就派出人手,去找了处随时可撤退的备用地方。 齐又去看过,地方倒是还算隐蔽,躲雨却太过勉强。 又真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,当是大善。 我深里去探了吗? 可别记得蛇窟。 几人,你忘我,我忘你。 最后,还是文玉丹开了口。 不久前才发现的,没来得及。 元吉说的有道理, 咱们不能因为夺雨,将自己送进蛇窟,再派人去探。 孙医成急了。 可这雨马上就要下来了呀,哪里还经得起耽搁? 这深山里本来就冷,再淋了雨,没几个人撑得住啊。 文玉丹已急,这时齐又道。 我把江雨叫来,还一个大夫,治病救人还行,这事能帮上什么忙。 齐又吩咐亲尉,去寻人后才到。 我听夫人说过,江萱生情孤僻,但是懂得的东西非常多。 别人眼中的歪门邪道,他也很有心门道。 江雨是他弟子,多少总学到了一些,问问总没错,他过来了。 江雨不卑不亢地行了一礼,知道叫他来的原因后,笑得温文。 小事儿,东非那里书籍了不少好东西,你们派个人给我们夫妻俩引路,我们去助理。 一桩难事,这么轻易就解决了,文玉丹大喜。 甚好,高将军,刚才是谁发现的,你让他带路。 江雨走过去叫东非,顺便和华三小姐抱贝了一声。 话如初暗暗皱眉,这是不是有点不对劲? 在一个地方扎营,周围必定是仔细排查过的,要是真有那么个地方,他们何必在这里扎营? 直接去那里不好,还用得着在外风吹露宿的。 就算真是因为远了点,没人发现,那也不可能。 现在他们处于包围圈内,戒备心慎重,每天都安排了人扩大范围去巡查。 这样都没发现那个地方,只有一个原因,有高级将领吃里扒外。 他是战场新兵,可他都能想到的问题,其他人会发现不了异常吗? 看他久久不严,江雨心里也起了敌方。 三小姐,是不是有不妥啊? 你们先等等,去个人叫姑爷过来。 不用了,他过来了。 其右一过来,变沉了脸,压着声音道。 事情有意,不能让他们两个人过去。 只有你发现了,还是那几位也感觉出来了。 一开始,都在着急找个避雨的地方,没有多想,现在都觉出味来了。 变沉的意思是让东飞和江雨过去,后面再多派一些人保护,你觉得呢? 不行,东飞三脚猫功夫,那里要真有埋伏,他肯定跑不了。 江雨,你身手如何? 我能扛住啊? 那好,你一个人去,我带人在后面跟着。 东飞,把你的宝贝给江雨一些,要是情况危急,什么毒药厉害就用什么? 东飞嘴巴一扁,就想说要跟着去。 可一想到自己连自保都堪忧的功夫,才老实地闭了嘴,将自己最底下压制的几包东西递了过去。 这个最好用了,粘上就动不了,你补上一件就能要了他的命。 确实是个好东西。 话如初,从中拦截了一包,随身放了,回头吩咐道。 云说,去点上一半的人,这里留下春雨和翠宁压阵,告诉他们实情,叫他们小心敌房,速度快点。 是。 齐佑沉声道。 我随你一起去。 话如初想了想,没拒绝,一起并肩作战是他所愿。 他也相信这是齐佑希望的,营地这边要不要做什么安排。 齐佑四下里,看了一眼,摇头。 他们都是老将,会安排好。 嗯,也是。 小姐,人齐了。 摸了摸腰筋的软件,话如初点头。 走。 一水的娘子军,不管在哪里都难以看到,几乎所有的目光都在目送他们。 唐湖只是看着,没有跟上去。 话三有何本事,他再清楚不过。 他也看不得别人,因为他是女人就看不起他。 这正是个立威的好机会。 让那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官家知道,女人也是可以很能干的。 不管是胆色气魄还是聪明才智,话三不比任何男人逊色。 等人走了? 孙一诚不由地问。 他们真的能行? 文玉丹看了站在高高的树鸭上老神在在的唐湖一眼。 要是他们不行,唐湖会这么看着,原集会任由他们胡来。 都做好准备,怕是有人摸上来了。 能这般不动声色,不会是普通士兵。 将所有人集中起来,吃力爬外的不止一两个。 是! 几位老将对望一眼。 毫不掩饰眼中的嘚瑟。 虽然现在形势不好,但是太子的成长有目共睹。 文能治国,武能安邦。 这才是他们心目中最佳的储君人选。 皇城里那位,靠着皇后才有如今地位的二皇子。 他们看不上。 江宇稳稳地跟在那些士兵身后。 明知道内情不简单,却能如此不动声色。 其又都对他高看了几分。 临间走动,免不了会有响动。 一众人不敢跟得过近,只能远远跟着。 耳朵却都竖起来,看不到的地方就听着。 不错过一点点可能的异常。 走了好一段路后,就听到江宇温声问。 小哥,还要往前走多久? 这里营地已经有一段距离了。 就在前面了。 江大夫,快下雨了,我们走快点。 也好。 果然是没多久。 就又听到那个士兵说话。 江大夫,你抬头看,就在那里。 江宇早就发现了,这会儿却装作才看到一般嘴巴微张,适当地表现出他的吃惊。 这么多个洞窟啊,我带的药也不知道够不够,也不用全部都经历,用不了那么多。 江大夫,我们先去最大的那个吧。 好,先往那边去。 没多久,士兵又到。 江大夫,我听说你们都是会功夫的,真的吗? 你不只会医术,还会功夫? 哼哼,我经常要入山采药,也就是力气稍微大点,算不得会功夫。 这样啊,江大夫,您从这里爬上去就到了。 我怕蛇,身手也不好,就不去拖你后腿了。 听到这里的话如初,有些着急。 前面的地形是一个凹形。 林子和对面的山壁之间有一块空地。 他们如果要跟上去,就会藏不住身形。 洞窟里如果真有人,必定会发现他们而心生提防。 那江宇就危险了。 他不想牺牲带出来的任何一人。 打对方个措手不及,才是上策。 下意识地侧头问身边的人,怎么办? 其右脑子里已经闪过了好几个念头。 要说最合适的,其实是江宇将人引出来。 可是那太高了。 江宇如果引人出来,自己必定是要从山壁下落。 那样的高度,一个不好便轻则伤,重则送命。 江宇轻功如何? 不错。 话如初听他这么问,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。 诚然,这样确实是最好的方法。 只要将人引出来,距离就拉近了许多。 可是这么高? 还有一个法子,我们从那边绕到山顶上去,从山顶下到那个洞窟很容易。 可是,现在江宇都爬到一半了,来得及。 其右抬头,看了看天色。 他不懂看天色都知道这是风雨欲来之时,拖延不得。 如初的身体本就还伤着,要是再淋了雨,容易生病。 你们有没有用声音联系的法子,他现在停下,歇一歇都是再正常不过的,别人不会挤一心。 这个容易。 夏妍,家里养的那只鸟的叫声,你学得挺像的。 来,叫上两声。 夏妍接着嘴唇就要学,可被这么几十号人盯着,硬是一点声音都没叫出来,脸倒憋得通红。 你们别看着我。 话如初听咳了一声,他刚才也是看的人质疑。 嗯,你背过身去就没人看了。 夏妍真就背过身去,左折叫了两声,很是清脆。 树林中有鸟叫再正常不过,不知内情的人自然不会在意。 落到江宇儿里却不同。 要是他没记错,这种鸟难朝没有,长着长长的尾巴,极是漂亮。 听东飞说,是那个犯人送给三小姐的,怎么会在这里听到? 庄泽泽气地回头看了一眼,下面是一大片无只眼的地方。 再联想到刚才的鸟叫声,江宇明白过来。 这洞窟其实不难爬,一街一街的都有落脚的地方,而且地方还挺大。 只要抓稳了,不容易掉下去,一般的人都能爬得上去。 眼睛往上瞄了瞄,再斜着往上一边就是一个不大的洞窟。 前面有一块不大的空地,坐一个人却是绰绰有余。 江宇装作吃力无比地爬上去,一屁股坐下来,喘着粗气道。 小哥,你有告诉几位将军这洞窟还得这么爬吗? 一直抬头往上看的士兵急了,这都爬了一半了,怎么就停下来了? 这上面他爬过,不难爬。 这江大夫刚才还说他力气大,这就爬不动了? 可再急,他都得耐着性子回话。 说过的,将军说,有个遮风挡椅的地方不容易,没问题。 江大夫,你觉得难爬吗? 还行,不过这眼看着就要下雨了,也不知道敢不敢跟急。 听他这么一说,士兵灵光一闪,不急了。 太子等人急急忙忙的来才好,到时都只顾着躲雨去了,谁还会记得要提防。 这么一想,士兵脸上就露了笑。 江大夫,不急,这雨一时半会儿下不来,要是累了就歇一歇,别爬不住掉下来了。 你这么一说,我还真不敢爬了,歇口气。 那边乡说着话,这边华如初等人也没闲着,留下三个人在下边守着以防万一。 其他人往后退入更密的山林中,加快速度往右边奔去。 这是一道很长的峡谷。 中间凹进去一块,山壁上错落着好些个大大小小的洞窟。 峡谷两头,距离密林,却只有短短的间隔。 所以,只要错开了最中间那里就行。 对面是大片的竹林,这样的林子比原来的密林更好走。 竖起耳朵听着那两人没什么营养的对话,一众人走得飞快。 走到山顶时,夏妍又学了几声鸟叫。 江雨精神一震,笑得更是让人见之亲切。 歇了这么一会儿,应该能一口气爬上去了。 小哥,要是我摔下去了,你记得接着我。 哎,我看着呢,放心。 这次,江雨就如他所说,一口气爬了上去。 洞窟前面有一块突出的大石头,平整得像是被人打理过。 不大,四五人并排站着不成问题。 拍了拍手。 江雨暗中将东飞给他的药粉包打开一脚,捏在掌心。 功力提至顶点,脸上却一点不见紧张,仿佛毫无所觉般往洞窟走去。 在门口却又停了停,自言自语道。 这门口该不会就有蛇吧,先丢把药再说。 江雨肩上挂着的是个白宝袋,各种各样的药被东飞塞了不少。 具体的,他暂时还不知道。 只是牢记着东飞的话,左边的旧名,右边的药名,蛇怕雄黄。 江雨撒的就是雄黄粉。 这东西气味重,一般的味道都能掩盖住。 感觉了一番里面的动静,江雨心头一紧,人太多了,只怕得有上百之数。 要不是他们绝出异常,为了避雨,急急忙忙奔进洞窟,遂不及房下,怕是没人能逃得过吧。 在门口就有四道气息。 江雨又丢了一把熊黄,心里着急,不知道三小姐准备得如何了。 这么多人,她这一步进去可就没得出来了。 这时,从上方又传来一声鸟叫。 江雨抬头,就看到其枯叶一手攀着山壁站在那里,另一手拿着一大捆枯枝。 上面能够看到的人,手里接拿了一捆,想到下面还有个叛徒,江雨猛地低头,这才发现下面的人已经变成了自己人。 那个士兵动也不动,不知是死是活。 其又悄无声息地落到他身边,往里做了个扔的动作,又递给他一张纸条,上面字迹凌乱,却好认,是三小姐的字。 先用毒,让他们动不了,火攻,出来一个,杀一个。 想到里面的上百人,江雨心底发凉,这杀孽造得大了,其又不声不响地接了不少柴火下来,手里拿着已经点燃了的火折子。 江雨见状,忙收起那些个思绪,自言自语道。 应该已经没有了吧,再丢一把安心。 所以,当再有药粉从外面进来时,没有一个人提防。 当惨叫声响起时,才知道中了招,还没等里边靠里的人反应过来,就看到门口堵上了点着的枯枝。 这边,一年到头,下不了几场雨,虽说还不到六月份,老林里干燥的枯枝。 最是不缺。 里面的人,哪还不知道他们的用心。 其又在家柴时,就听到里面有人喊, 风不见! 江江雨推至山壁内里,其又亮出了短剑。 这不是他的武器,却是现在最适合的。 本章播讲完毕,欢迎继续收听。